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第一回合其实有不错的表现 林苏玲这球推进 是part5的宝帕成功 这一球张一涵呢也是抓下了Birdie 在目前的成绩正二哦 相当不错的表现 第11栋是标准单三干的球中 一般的距离是165码 后球洞比较在海岸边的话 风也就变更大一点 165码这个开球还算好了 勾到了左边 帕西尼 因为有一定的距离 女子旋有打一个右取球不太容易 而且国领是最后 有左半边那里 也是稍微有点下坡 朱沙维在第11栋 稍微有距离的三干栋 不容易停球的情况下 这球算是还不错的 他想打左边 然后让风往右边吹吹看 但是可能拿的都是比较长的杆子 所以弹道其实没那么高 宇安轩的长推杆 不错哦 再来 哦哦哦 当然今年的中信女子公开赛的第三名 绝对给宇安轩带来的信心 都是很长距离的这个推杆 所以比较不好判断 哦 这球倒是漂亮抓下一只Burdy了 杜萨维目前来到了正三 今天第一只的Burdy 帕西尼 两位外界的选手 当然泰国选手是最多 另外日本选手 也有几位到我们TL PGA来发展 宇安轩 除了中信女子公开赛呢 获得了第三名之外 那其实今年日历冷气13倍 在信仪球 他也获得并列第14名 其实不差的 然后大量的公开赛也是获得晋级 他们跟这个哥哥呢 在亚历桑那 哥哥因为在亚历桑州立大学了 所以在凤凰城那里 就也附近有一个房子 到了美国去的话呢 那至少有个家 其实看到是林玉佑在11栋 这个三杆栋165马克 这一组的开球 风好像比较小一点哦 开的都还不错哦 都有机会 林苏玲是常推 张一涵是开的最好 我点速度是比较慢的情况下 多用力了 接开的是林玉佑 几天下来哦 选手一定会也会适应包括了 Pro-Am啦 还有练习或者第一轮 张一涵 把握 再来一次看看 哦真的哦 张一涵 连续两动的Burdy呢 是他慢慢的消掉了那些Burdy了 目前是正义 林苏玲否怕还是能够保住 目前是高一标警察三杆 林玉佑也能够保怕成功 那林苏玲在 2021以及2022年呢 两年的比赛的晒光 其实是不错的 帕西尼在国领前落地 弹跳滚动靠近哦 也是非常非常好的一球 也把握这个地形 这在第13栋趴破 那旗杆算车比较前半段 直接上去其实不容易停住 稍微勾到了左面 连着几栋公国领呢 余涵轩都稍微有点勾左 当然如果说在 对这个球道上的地形 不是那么平的话 选手控球方面要注意 当然这些职业选手都是千锤百炼 杜沙维 也是上国领 余涵轩在第13栋的Birdie推竿 哦撞一下 那我们看到这些旅外的选手 那么 偶尔也是都能够回来 杜沙维再下一城 最近的三栋抓下两只Birdie 当然最近四栋也分别吞下两个Birdie 他在做云霄飞车 帕西宁 那很多泰国的选手啊都很喜欢到台湾参加比赛 因为我们这个 TLPGA女子台询赛的奖金高 而且相较泰国来讲 那同时这个边的球场 还有这边的生活环境跟条件 跟泰国很像 他们适应的都非常快 那当然加上他们是有一批的这个选手过来 所以也不会没有办啊或者感觉孤独 陈轩的切球在第十栋的第四个 这边的草还不是那么适应跟习惯 张静霖的推竿 目前张静霖在前球中打完是领先者 继续保持下去 第一段杆五杆 张静霖 在 呃成家结婚之后 看看会不会有好消息 帕金泽推进了这一球 哇 这次的Birdie使他到第一段杆四杆 现在只落后张静霖 紧追着张静霖 陈轩佛怕了一球 哎呀但是在五杆洞没有把握住 而蹲下了Bogi 前九三十五 但是第十动蹲下了Bogi 呃成绩下滑到负三 利普勤奈在结束的这一动 五杆洞结束动过水池 蛮好的 利普勤奈去年的表现是还不错 包括在建大轮胎利普勤奈获得第四 打高起来然后送上去 呃另外去年年底的台风球场台台湾大阁大女子公开赛呢 那么利普勤奈也获得了并列第十三 哇几位日本选手 都不差哦刚刚升本天 另外还有陈敏荣 利普勤奈这一击长推跟 哦很接近 天气热哦对对 呃防晒啦这些的最有第十八动 盛本天哦推进的这一球盛本天的最后一动呢是抓下了Birdy哦两分下来是高一段里面七杆 Bogi是比较多而且有个九杆 米柔还是保持负一哦这一组还是米柔最强哎呀 过动一点了是是对的 陈敏荣两分打完地狱标应该一干哦是只要是复干的话都是好成绩哦都是有机会哦明天最后一天了星期五绝对是不是黑色的星期五是充满希望的星期五 и ici 啊 我 我 好 我 一 我 我 apt appoint 总 我